来自日本道地的粘面店 最近到台湾拓展市场 在竹北盛大开目的三家店 希望让更多人享受正统口味的日式粘面 以后民众不必在大牢圆跑去日本 在台湾就有粘面料理可以享用 日本的拉麵在对于台湾人来讲的话 也非常受到欢迎 那粘面的话是另外一种新的一个 很长的一个享受 那他也是希望说 对台湾这个市场非常有一个期许 掀开盖子锅子里放满了猪大骨 跟各式的配方 坚持熬煮了两天的浓厚汤头 是粘面的好湿秘方之一 在搭配上清凉有嚼劲的面条 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多层次且丰富的口感 夏天吃也可以很爽快 主要是强调我们是来自于民谷的自家自面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口感 跟强调我们所谓的汤头的原味 那粘面的部分本身的话 它是分开吃的 所以它本身的条件应该要相当具备 相当讲究的一些内容 包括面条的口感 跟汤头的一个细腻度 然后才能结合说 面跟汤分开吃的一个方式 日本沾面风潮最近从日本名鼓传出来 正在向全世界宣扬它的美味 也让喜欢尝鲜的民众多了一个美味的新选择 开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